那么这个方法啊 那么这里牵扯到J.Corey的用法思想啊 前面也说了是吧 用法思想一是什么呢 就是J.Corey什么 选择某个网页元素 然后对它进行某种操作啊 这个好像我们原生的方法 原生的思想也是这样的是吧 原生的思想也是这样的吧 先选择某个网页元素怎么样 然后对它进行什么 某种操作是吧 这是它的思想之一是吧 那么和原生一样的啊 好J.Corey里面第二个思想是什么呢 用法思想二什么呢 用同一个函数完成取值和负值 这是它用法思想啊 好 怎么用同一个元素完成取值和负值呢 比如说这里啊 比如说这个S.Corey我们刚才是给它负值吧 好 如果说什么 你直接写S.Corey然后写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以为你要读它的属性 明白没有 就是要读它的啊 这个就是读 这个就是什么 写吧 是这样子是吧 就是关于啊 那么J.Corey里面很多函数都是这样子啊 很多函数是这样子 不光是CS.S.S.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方法啊 只不过这个方法用的比较多是吧 这个方法用的比较多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来看一下这个CS.S.S.方法啊 好 比如说这个007啊 这个CS.S.S.方法啊 这个CS.S.S. 这是函数啊 应该是函数啊 那么在这里应该叫方法啊 方法 为什么叫方法呢 因为它是用在这个对象上面了 是吧 这个对象上面了 我们选择了一个J.Corey的对象 然后直接用CS.S.S.是吧 好 大家看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里面拿一个盒子是吧 BOX啊 好 BOX的话 那么默认的话 这个BOX比如说是DIV是吧 这是DIV元素 DIV元素吧 好 那么我们来选择它是吧 先把这个J.S.S.引进来啊 J.S.S.引进来 然后假设拿一个这个S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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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于什么呢 J.S.S.里面的什么 这个J.Corey吧 是吧 好 然后再来写一下啊 我们要把代码写在另外一个Square标签里面吧 是吧 好 现在要获取它是吧 获取它怎么样呢 拿一个Ready吧 是吧 Ready啊 Ready先写个Dollar啊 先写个Dollar 先写一个小小扣号 然后先写一个方个型是吧 先把这些都写写好了啊 免得这个什么呢 扣号什么对不上是吧 然后把它再敲开 然后再在里面写东西啊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错了啊 就扣号没对上 也容易出错啊 好 假如说我来选择这个DIV吧 这个DIV啊 好 比如说我先用一个变量存一下啊 比如说DollarDIV啊 等于这个Dollar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警号DIVE吧 BOX 它是BOX 不要写错了啊 好 这个地方也写错了吧 这个是ID吧 ID啊 这里才写警号吧 好 那么刚才如果是写Class的话 应该写点吧 写点就行了啊 好 好 这么选动之后怎么样呢 我怎么样呢 我先可以什么 读它的东西啊 这个读的话怎么样呢 它很强大啊 即使我们这里面没写什么 它也可以读 啊 这跟我们的行间的不一样 是吧 比如说我们行间想读它的什么 读它一些什么 color是读不了啊 是吧 它这里面可以读啊 比如说我来读它的什么呢 读它的这个 风的size 特别读啊 它的字体大小 是吧 那怎么读呢 比如说拿一个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 读它的字体大小啊 假如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字符串啊 比如说str吧 好 等于这个多了 div是吧 然后是css 是不是这样的啊 css啊 好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不这么写了啊 这么写的话 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fonder size fonder size 然后是什么呢 fonder size啊 然后是冒号 比如说是这个什么呢 30pns 这是负值吧 这是负值啊 写的话直接写什么呢 写个风的size啊 读的话直接写风的size 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你只写一个属性 但是你不给它负值 它就以为你是什么 要读这个 明白没有 这样子啊 这是世界上的强大的地方啊 好 那么我们来弹一下 看一下啊 unnote一个什么呢 htr啊 看一下啊 好 这是不是16px啊 看见没有 它是把默认的 这个大小给读过来了 是吧 好 如果我们用时代来读的话 是不是读不了啊 时代来读 是吧 比如说这个时代来读的话 是吧 它是读不了的啊 好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里面啊 这个什么呢 fonder size啊 如果说我想获取它的话 一样的 我可以什么呢 再来用原生的 这个里面原生也可以写 原生的话是 比如说odiv等于什么呢 document吧 document document document.getelementbyid 是吧 id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box 是吧 box 大家注意到原生的这个地方 是不写警号的是吧 我们这个地方要写警号啊 好 这个获取到之后怎么样呢 我读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什么 fonder size吧 好 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odiv它的时代点 fonder size吧 fonder size 是不是这么写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再来看一下啊 跑一下是吧 先弹出的是一个16pm是吧 再看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空的啊 原生的是读不了的 看见没有 所以这是强大的地方啊 接口是强大的地方 就是说 即使你行间没有这个什么东西 我也可以读过来 也可以读过来啊 好 好 这是关于原生的啊 好 那么注意一下啊 原生的是读不了啊 这写一下啊 好 这里就是什么 原生的啊 原生的 原生 原生件事 无法 读取 在读取行间 没有 没有定义的 没有定义的 什么 这是 这是属性的 属性值啊 好 这样子 是吧 原生竟然是无法读取行间 没有定义的 这样子属性啊 除非你在行间里面写 是吧 如果你在这里面写一个什么呢 是代等于什么呢 空的size 是吧 然后假如哪一个什么呢 哪一个什么30px 是吧 空的size啊 这样才可以读吧 是吧 这样才可以读 比如说是16px 是吧 好 这样才可以读过来啊 你如果不这么写的话 读不过来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好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size是读吧 是吧 那么写的话就是很简单吧 写的话就是什么 就直接写吧 写的话比如说 这个多了div是吧 多了div.size 是吧 好 写的话怎么写呢 就是用字典的方式是吧 比如说我刚才写吧 比如说这个什么color吧 color是吧 color 假如说来一个red是吧 red吧是吧 好 假如我再想写第二个属性是吧 记得打个d号啊 这里面不是分号 有人打分号啊 这不对啊 打d号啊 d号之后 然后假如说再来一个 白光的color是吧 然后是假如说是color color啊 然后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来一个pink吧 pink是吧 好 接着想说再来一个fntsize是吧 好 fntsize啊 好 fntsize是吧 fntsize 好 我把它调大一点是吧 fntsize啊 来一个20px 是这样的 20px 好 这个是写是吧 写啊 好 再看一下啊 刷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刷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先读过来 是16 末年是16是吧 然后再把它射上去吧 是吧 射上去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好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吧 比较好理解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读取属性啊 读取属性值 这是写属性值是吧 写属性值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css的这个函数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接口里面后面学到其他函数都是这样子的是吧 就说你设你把值放进去的话它就怎么样呢 它就是写是吧 你不放值 你放一个什么呢 空的或者是放一个什么呢 这相对于是一个属性的名称 没有负值吧 那么它就是读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css的函数啊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函数啊 这个 这个css的函数啊 好 那么函数的话 呃 再来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啊 这个css是直接操作什么呢 行间样式吧 直接操作是行间样式 大家看一下啊 操作行间样式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这个文件是吧 这个文件操作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 行间样式啊 行间样式啊 比如说这里面 color是吧 red是吧 bag one的什么 pink是这样的啊 这是操作的行间样式啊 是吧 操作行间样式啊 好 那么的话跟我们的这个时代 实际上是一样的是吧 跟我们这个时代设置的 也是行间样式吧 所以说这个是试授下 是操作行间样式的啊 好 那么接着把它 把这个说完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操作什么呢 样式名的是吧 操作样式名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class这个啊 就是addclass这个是什么 操作这个class名称的 它就不是操作class的 操作这个行间样式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比如说addclass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它加一个这个样式名 是吧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removeclass什么呢 就是去掉这个样式名是吧 还有一个什么removeclass 然后这个是去掉多个吧 去掉多个啊 还有一个什么tugclass什么呢 是切换两个样式啊 切换两个样式啊 好这个的话要结合我们后面学的什么呢 后面学的那个什么click啊 来做的啊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是吧 那么是样式名操作是吧 好样式名操作啊 好 好比如说这是008啊 这个是样式名操作 这是关于样式的啊 样式 名操作啊 样式名操作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一下啊 复制一下 好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把这个功能先拿一下啊 样式名操作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这个盒子 它的class等于box是吧 class等于box 好这样一个是吧 然后的话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代属性是吧 然后的话这里面写什么呢 写这个.box吧 然后比如说是宽 宽100啊 宽100啊 好高100 高100px啊 好 然后的话 白管的color 能来个什么 go的吧 好 那么如果说我再来写个样式 比如说这个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big是吧 这个样式吧 好 这个样式是什么呢 风的size 然后是什么 30px吧 是这样子了 30px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怎么呢 我先获取它吧 先获取它啊 先获取它 比如说这个获取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用内来获取吧 好 那我来定一下啊 比如说挖一个dollar div 是不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dollar什么呢 这个什么 报告示啊 报告示啊 好 点报告示 是不是就获取它了 获取它啊 好 获取它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获取到它了 是吧 好 获取它之后 这个时候 默认的它是这样子的吧 是吧 默认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100x100的一个div 这一个盒子吧 好 现在的话我想把这个类 加到这个里面来 这个地方如果我手动操作 应该是这样子了 是吧 手动操作是不是这样子了 它说变成30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变成30啊 这是手动操作了吧 好 如果说我不手动操作啊 我直接用这个add class 拿一个什么呢 dollar div 是不是啊 add class吧 class啊 好 这个add class的话 这个时候里面写的是class名称啊 这个地方就不是选择器了 是这样子啊 加名称啊 名称的话 那么直接这么写 是吧 比如说big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你这里如果写点的话就不对吧 这里面我要加一个名称进去啊 加个add class啊 好 这个add class的话 再看一下 是吧 这里面我们也加big吧 没加big啊 好 默认了这句不写啊 这句不写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刷新样子 是这样子的吧 好 这句写完是吧 写完之后怎么样 就是 是不是这样子了 它直接加上去了 看到没有啊 检查一下啊 是不是直接加到这个box后面的是不是有个big啊 有个big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add class是吧 add class啊 好 那么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这里面再来一个样式啊 比如说再来一个这个呃 点是吧 点这个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 red吧 red这个样式啊 red这个样式什么呢 它是什么呢 这个color啊 color的话然后是red是吧 red 好 color如果是red的话怎么样呢 我一开始就有个red是吧 一开始就有个red啊 那么这个时候里面的这个文字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红色的吧 是吧 红的啊 好 是不是这样子了 是吧 好 那么我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想把这个文字什么呢 默认它是不是变大的吧 我想把文字变大 但是把这个红色去掉 是这样子啊 去掉啊 好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拿一个什么呢 它 再怎么样 多了什么 div是吧 再来一个remove class吧 remove class啊 好 这个应该是 是不是这样子啊 再来一个什么呢 red吧 red啊 好 那么它最终是变成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变成一个box是吧 然后先加上一个big是吧 就加上一个big啊 然后再把这个red去掉是吧 那么就是什么box然后big吧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再来刷新一下 那么是不是这样子了 这样子了是吧 啊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 大家记得啊 这个class的话 这个add class和remove class怎么样呢 它只是删除什么样 它有的那个吧 其他的是不是不动啊 没有 比如说这个class是什么 好 这个class的话 它里面是不是有个red啊 它不会把整体的都删掉吧 它只是删什么 这个red是不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它add的时候怎么样 add的时候什么 只把这个东西加到后面去 是吧 比如说加一个big 它不会把整体的变成big吧 不会这么做吧 所以这是它什么比较优化的地方吧 是吧 优化的地方啊 好 这两个是记得啊 就是 在什么呢 在原来啊 在原来 样式啊 样式名的基础上 是吧 基础上 加上 加上big的样式 是吧 big 的样式 呃 加上big的什么 big的样式名吧 是吧 样式名啊 好 在原来 样式名的基础上 加上什么呢 big的样式名 是这样子啊 好 这是什么呢 在原来 样式名的基础上 什么呢 减去是吧 去掉啊 去掉这个什么呢 red 去掉red的样式名 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 这两个啊 这两个是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两个是操作行间的 这个是操作什么呢 样式名吧 样式名啊 好 样式类名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啊 好 这两个应该是 这么说的话 应该也比较好理解啊 比较好理解 好 接着我们呢 再来说一下 这个remote 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就是去掉什么呢 多个是吧 去掉多个的话 是写几个 后面加个空格 是不是就可以啊 加空格啊 就行了啊 好 还有一个什么呢 target class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什么 就是切换啊 切换的话 这个我们配合 后面的一个 什么呢 这个 啊 点击事件来做啊 这个战神 这个也是不了啊 好 关于这个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什么呢 这个样式的一些操作啊 样式的一些操作 好